Hello大家好欢迎回来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支La Paris的面霜 就是这一个 它的名字叫做Platinum Rare Cellular Cream 珍爱薄金乳霜 是它的这个珍爱薄金系列中的面霜 据说它的这个珍爱薄金系列的口碑非常的好 就非常的好用 所以呢我就买了一支这个珍爱薄金系列的面霜 打算来试一试 它盒子是一个银色的 它的Iconic的盒子 非常的大 就比我的脸还大 那么它里面长什么样子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我们现在终于要试用一下这个面霜 我先把它盖子打开 这样的一个 打开 看一看 然后里面还有一层这样的 这个保护的盖子 切开 哇 它的面霜颜色好特别 是银色的 就我第一次见这种颜色的面霜啊 大家看 可能镜头里看到是白色 但实际上它是银色的面霜 就银灰色的 这一个小工具设计的还真是蛮特别的 我先拿给大家看一下 它长的是这样 它是综合的两种这个金属元素金跟银 然后也同时象征了这个月亮跟太阳 这样子好 总之这是一个形状非常特殊的小铲子 非常的重 我现在呢拿我这个小铲子取一点 所以呢我现在先涂在这儿 它真的非常的润 而且它的这个延展性非常好 就是刚才大家看到我取了这么点的 这么小的一点 然后现在可以涂满整个手背 其实 它的味道跟蓝蚁紫酱系列是不一样的 然后味道更淡 除了延展性好之外 它真的非常的滋润 然后非常的顺滑 而且完全没有任何一定点的厚重感 就很轻薄 它的质地非常的棒 当然涂一色我不相信涂一色会有看到什么巨大的变化 但是它的这个质地以及一个舒适感真的是超棒超棒 从前开始呢我会每天使用这一支面霜 过一段时间之后呢我会继续跟大家分享它的使用效果跟心得 今天脸有些肿 今天是我使用这支面霜的第三天 从我前两天的这个使用体验呢 我还是非常的满意的 这支面霜它涂上之后就感觉皮肤瞬间的就变得平滑了很多 而且就是也感觉光亮了很多 紧致了很多 OK我们现在来涂一下这个面霜 大家看我现在这边有涂这边还没有涂 这边皮肤就感觉明显的就是紧致跟明亮了很多 而且就是它的这个平滑感我觉得比之前 就是皮肤整体的要比之前更顺滑 我现在把这边涂起来 是不是比之前要感觉就是亮了很多 而且整个这个皮肤的质感也比之前还要好 就是感觉好像涂了一层填充物进去 有各种感觉 作为一支面霜来讲 我对它的表现真的是非常的满意了 而且我觉得这是so far 我用过的我觉得最喜欢的一支面霜 真的很棒 那今天为止呢 我使用这支Laparit的Giant 博尖的面霜呢也差不多三十几天快四十天了吧 在这一个多月的时间中呢 我每天都有早晚认真的使用这支面霜 那么今天呢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使用这支面霜一个多月以来的 一个最真实的使用体验跟感受 先来说说它的优点 首先呢这支面霜我觉得有三大非常 三大非常显著的功效 是肉眼可见的也非常棒 第一呢就是淡化细纹 第二呢就是紧致 第三呢就是提亮肤色 像我之前使用的保养品中 我也有遇到过比如说淡化细纹很棒 或者是紧致很棒 或者是提亮很棒这样的保养品 但是这真的是我第一次遇到 这三大功效都很突出的 在同一个保养品里这样的一个产品 所以就单凭这一点 我觉得这支产品是非常值得尝试的 为什么说它淡化细纹的效果很好呢 就大家看我的这个 这个位置 就是我的法灵纹跟嘴角这个位置 我现在这个法灵纹跟嘴角 还没有这个纹度出现 但是已经有了一些痕迹 而且特别是当我比如说前一天晚上没有睡好 或者是比较累的时候 在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呢 就是这两边 这个法灵纹和嘴角就会有一个下垂的趋势 就会感觉要塌下去的感觉 但是在我使用完这支面霜之后呢 它会让你这个法灵纹的这个痕迹 看起来非常的淡 大家看我现在皮肤的状态 是不是还不错 就是我今天的底妆非常的薄 就几乎看不出什么法灵纹的痕迹 下垂的这样的一个趋势 在下面这支面霜有一个非常棒的紧致效果 所以整个这个区域呢 就会看起来有一个上蹄的这样的一个感觉 所以整个人看起来会气色非常好 然后状态也会非常好 其实面霜的紧致效果既然这么好 我们先来看看它的成分里有没有咖啡因 真的没有咖啡因耶 完全没有 所以它的紧致效果是来源于其他的成分 而不是咖啡因 关于提挡肤色呢 因为我本身的肤色就是 其实我不是很白 就是今天嗓子好像哑了 我就属于那种肤色比较偏黄 比较天叹眼 这支产品的功效并不是美白 而是说让你从这个皮肤的底层看起来非常的透亮 我之前在素颜时涂抹这支面霜的这个皮肤的状态 涂完之后就感觉皮肤忽然变亮了 看起来就像是被PS过 就是光感非常的好 而且还非常的透亮 是这样的一种质感 哪怕你喜欢很轻薄的底妆 然后这样的一个肌底的一个状态也是能完全hold的住的 所以这个淡化细纹 提亮和紧致这三点在一起 这个面霜真的是能把你这个皮肤最好的一个状态给表达出来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真的是很不错 说到这里我真的推荐你订阅我的频道 因为我最近购买并正在试用一大批勒扑的产品 特别是它珍爱薄金系的这个保养品 那如果你对这些产品的测评以及最真实的使用体验感兴趣的话 欢迎点击这个红线按钮订阅我的频道 收看随机时的更新哦 那除了这三点之外呢 我觉得还有几点也是这支面霜非常棒的地方 就是第一呢 它的这个面霜的质地非常非常的滋润 膏体非常的柔软跟顺滑 就是特别像那种很柔软的冰淇淋的那种感觉 瞬间就能被这样滑开 然后就感觉非常的柔软 非常的服贴 皮肤的质地会变得非常的好 它虽然很滋润 但涂在皮肤上呢完全感觉不出来厚重 就是比如说毛孔完全没有堵的那种感觉 那然后呢我们再来说说这个产品的缺点 这个产品的最大的缺点 也是它整个系列最大的缺点就是贵 真的很贵 就官网零售价要一万块 真的是好贵 但如果你一直在使用这种贵妇级的面霜 或者是你正在打算去购入一个贵妇级的面霜 那我觉得这支产品其实也还好 因为它有一个很大的特点 就是它的延展性非常的好 用量真的还挺省的 像我这一罐按照我现在的使用速度 我觉得这一罐应该可以用到三到四个月吧 它有个问题就是偶尔会出现搓泥的这个情况 什么时候会搓泥呢 就是第一使用比较厚重或者是粘腻的这样的精华 比如说有的时候我在涂完精华之后 想加一支这个玻尿酸原液 因为大家知道玻尿酸原液涂上之后就是蛮粘腻的那种 那如果是加了一支这个玻尿酸原液 那么真的就会搓泥 而且很严重 我使用它搭配这个同套系的这个精华和蓝衣紫的精华 它是完全不会搓泥的 所以呢使用这支面霜根据我的经验想要不搓泥 注意以下三点不要搭配比较厚重的精华 比如说玻尿酸原液 第二点呢就是这个涂面霜的手法 就是大家在涂面霜的时候一般都是这样画圈或者是这样来回地涂就对 但其实大家可以尝试这样用手指这样把它平铺 这样拉开 这样涂抹 这样涂抹呢其实真的不太会搓泥 第三点呢就是这个涂抹这个面霜啊 并不是说特别像特别像这一支面霜 并不是说你涂得越厚越好 反而这支面霜如果厚涂的话它肯定会搓泥 薄薄的一层把它这样涂均匀其实就可以了 那如果我们能注意这几点呢搓泥的现象还是可以避免发生的 那它还有一个缺点就是 呃虽然它完全不厚重 但是如果是在夏天 我觉得干皮跟混合皮使用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但是对于大油皮来讲 就如果在夏天可能你会觉得掠油 它毕竟还是属于一种滋养型的面霜嘛 就是非常滋润的那种 所以如果你皮肤出油很重 到夏天我建议还是不要去使用这支面霜 或者是这样间隔使用 比如说隔一天或隔两天使用一次 我觉得就我觉得就可以了 那总的来说呢 这支面霜我其实还是非常推荐的 我觉得它是一支非常好的产品 如果你一直在使用这个贵腹级的面霜呢 或者是你正在考虑购入一支贵腹级的面霜 我还是非常推荐你来适用这一支的 我甚至觉得这支面霜比 Leporee的蓝鱼紫的三支面霜都要好用很多 呃对于我的皮肤来讲了 呃 Again我的皮肤是混合性 T曲烧油 然后两颊比较干 这样的一个皮肤的一个状态 好啦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 See you in my next video Bye Bye